- 歡迎收看電玩宅四伏塊,我是主持人喬宇 年初紅遍全球的幻獸帕魯,不知道各位還有我們在玩呢? 雖然人氣稍微下滑,但是不少死中玩家要期待後續的更新喔! 最近官方終於釋出更新情報啦! 除了有眾所期待的PVP模式之外,還公開了全新地圖的樣貌喔! 就讓我們趕緊來看看吧! 幻獸帕魯自搶先體驗以來,玩家累積遊玩時數已經突破1.3億小時,相當於15萬年的時間! 說到今年上半年最現象級遊戲,相信帕魯說第二應該沒有人敢喊第一! 雖然目前Steam遊玩人數比起巔峰時期同上縮減了將近97% 但至今仍有將近1萬名玩家同時在線遊玩已經非常不簡單了! 為了讓遊戲保持一定的競爭力,開發商頻頻釋出更新消息 除了先前有情報指出會新增玩家間的PVP對戰之外,近日也宣布即將在今年夏季迎來首次重大更新! 在最新的影片中能看到,本次將會新增四種新類型帕魯,包括像是青蛙、火雞以及戴著蘑菇帽的佩克龍帕魯 另外也出現了像是櫻花、鳥居、神社要貌的全新地圖場景 讓人期待未來是否會加入日式風情的地圖或是內容 雖然官方並未釋出詳細的更新時間,但相信帕魯鐵粉應該已經開始期待了吧! 看到這樣的更新內容,到時大家會想只有好朋友回歸采放嗎?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討論唷!